美国军售火山布雷系统再度引发了以美论发酵了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民调 结果发现有高达三成八的台湾民众同意 美国对台军援反而会把台湾推向战争 好 外交部的副发言人肖光伟在昨天说了 台美关系目前是处于史上最紧密热络的时期 不过呢 外交部近来有注意到零星的以美论 还有反美论等等的论点出现 企图想要破坏台美关系 好 但是学者有提醒了 事实上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还是以自己的战略利益为主 莫忘断交通 当然呢 大家都说这个台美关系有新的进展 除了美国宣布要受我方火山路上机动布雷系统之外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二轮的谈判也结束不久 但是呢 这回是有民众党党团要求 政府应该对两项的重大事件向大众来示意 说明内容还有可能的影响 不要选择性的放话 立委邱成远各指出了 可以把水雷替代地雷将敌军拒于海上的建议 还要来关心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敲定在2月初要访问中国大陆 美国前国务卿季星级雨带犀利的提到了 美国应该要避免表里不一 好 不应该嘴巴上说一个中国 但是实际的行动上却制造两个中国 对于台海议题 美中两国有必要采取具体的措施改善关系 台海两岸应该要避免立刻摊牌 高龄99岁的季星级失询方式 应邀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演说 谈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敲定在2月初访 网中 季星级表示 中方应该放弃军事集结的行为 然后话锋一转说 美国也不应该标理不一 他认为双方都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 避免在台海议题上立即摊牌 而台湾将向美方采购火山布雷系统 引发极大的争议 给予外界台海即将发生冲突的印象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了英国媒体的专访 他表示2027年是北京最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时间点 他并罕见指出台湾的现状可能无法永远维持下去 另外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在瑞士 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会后中美共同表示双方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 叶伦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大陆 美方也欢迎刘鹤访美 在新的一年中美显然积极的要改善陷入谷底的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